Hello大家好,我是Lily 节上期视频,我从尼泊尔回国了 准备从吉隆口岸出发,前往新疆 结果因为连续的下雨天气 河流的水量俱增 冲到了吉隆口岸通往吉隆镇的路面上 积水还挺深的 因为我的陵墓北斗星底盘太低了 开不过去这个路段 所以我被迫的留在了吉隆口岸停车场 我纠结了两天 思来想去,还是想要冒险一回 尝试看能不能开过去 好了朋友们,我决定冒险一回 先把车子里的东西给收拾好 哎呀,早上睡醒了,啥也没收拾 好了朋友们,刚刚收拾了一下 我把这个电瓶拿上来了 怕等一下到时候万一里面渗水 给我电磁在车里 然后车上的东西先随便放一下 随便放一下 等一下试着过去一下 朋友们,今天有不少车啊 都是过来这边去拍个照的 吉隆口岸也算是很多游客过来这边游的一个景点 就是为了过来这边拍个照 现在也要过去登记啊 好了朋友们,已经登记完了 在这个关口呢,都要进行登记的 护照,身份证以及你的那个行驶证 如果说你要开车出去 如果说你没有车的话 那就只是护照跟身份证两个东西 当然如果说你没有护照 你可能在前面已经办了一个通行证 那你就拿那个通行证跟身份证就行 哎呀,好了 我要开始勇敢的冒险子里 在他后面就往里面走 是吗?我也觉得 是吗?对 是吗?对 是呀 前面有辆大货车呀朋友们 我看看能不能跟着他们过 跟过去了我就笑死 朋友们 准备过去 赶紧这样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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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黃 啊 朋友们 我的过了 我的天的 新的颤抖 拜拜 啊 我要激动死了 啊 过了 过了 兴奋 激动 哎呀 我的天 朋友们 我可太开心了 我以为我可能要在吉隆区 好像要待好多天呢 没想到我这一趟真的就过了 跟着一辆大货车 真的太感谢前面那位尼泊尔大哥的大货车了 他过去 然后我跟着后面水流相对来说少 小一些 然后我可能也比较有一点安全感吧 但实际上我感觉从我的角度看啊 哇 前面的水超大的 就那种感觉 但是 很幸运 很幸运 不用再待在吉隆口岸了 幸好啊 幸好太开心了 开心 嗯 现在我们又可以愉快的玩耍咯 走走走 先回吉隆镇吧 我这一趟我先回吉隆镇 然后先去看一下情况 然后之后如果说下午有时间 那我就会继续往前走 然后如果说没有时间 我得先把视频给剪一剪 大概是这样子 这边都是上坡路啊 接下来要爬升一千米的海拔 可能对于我的小车车又是一大挑战啊 嘿 好多猴子啊 我的天啊 好多猴子啊 朋友们 我们刚刚通过了一个检查关口 然后检查关口是怎样的 你得停车 停在半坡上 拿着你的证件去检查 做个登记 然后呢 大家懂得 半坡起步啊 尤其是一个停抖的坡 我当时是开在了吴同学的前面的 结果吴同学 检查完之后的算先把他的车给开上去了 就是说他不能排我后面 他怕我等一下半坡起步的时候后溜 所以呢 就先开走了 不过呢 我觉得好像我这一趟车迹是开始有提升的嘛 比起我刚开始去年 去新疆的时候 经过了重庆 也是在半坡起步 那个时候可能会后溜 但是现在没有 哎呀 我觉得 我棒棒的 莉莉真是太棒了 有不有 开心 开心呐 现在依然是不断的上坡 不断的上坡 我现在用的是三档 因为三档才比较有力度一些 有时候转弯就得用到二档了 实在太慢 慢到不行 前面有车堵了一下 那我可能就只能用一档 哎 哎 这大哥 啥妙子 下去了 妙妙 真啊 好开心啊 我又回到了这种树木特别多的地方 很开心 很开心 让我想到了新疆 新疆的恰奇 新疆的全部石台 我来了新疆 这一趟就直接直奔着新疆去走 中途的话 我不会去什么景点啊 什么比较好玩的地方还是什么地方 不会去 这一趟直奔新疆 因为我剩的时间不多了 大家都知道啊 现在已经8月中旬了 我得赶在新疆冬季之前 要离开新疆 所以我现在得直奔新疆去走 这样子的话 我才可以在规定的时间内去 去走完我这一段旅途 不然的话就比较麻烦 就得上二打八 这火胎够了 好朋友们 开了两个小时的车 我又停下来了 我现在回到了吉隆这边的开热瀑布这里 这边算是一个观景台景点 走过去看一下吧 看这个瀑布啊 这水从上面一直流下来 水汽特别重啊 越走越近 我的天哪啊 都是水 看着 朋友们 你们看过这么壮观的瀑布吗 当然我说的不是那种大瀑布啊 是能有小瀑布 看着从山顶上一直流下来 都是水 这里的水汽好足啊 从上面一直流下来 这个冲击力特别强啊 这边全都是水汽 我感觉在这边站这么一小会儿 衣服都得吃掉了 还是很壮观的老实说 好了朋友们 简单带大家看一下这个开热瀑布 这一期视频呢 就先暂时分享到这里 希望大家今天吃好喝好 我们下一期视频见 拜拜